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早拍的热气球吧 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还挺有意思吧 可能在现场看会更有感觉一些 那在热气球节期间呢 每天早上都会有五彩缤纷的热气球在湖边升起 那另外呢主办方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表演活动 那本期的视频内容呢除了刚刚给大家看的热气球开幕式以外 还有每天下午在市中心的穿越热气球活动 周五的热气球篮筐喷火表演 还有周六的热气球音乐灯光秀 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我现在在市中心的Garden Place 然后一会儿四点到五点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活动是Works Luther Ballet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没错 Hello,大家好,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五 那今天的行程呢,有点儿子 我是每周五都是下午1点到4点有课 那今天呢,在上课之前 差不多12点的时候我就要去学校 然后12点半的时候有一个拍摄的一个任务 就是学校邀请我们这几个学生嘛 去为2022年Vintag的Perspectus拍摄 那这个Perspectus就是 就是类似一个宣传册的这么一个东西 要放在Vintag的官网上 然后跟未来的学生就介绍一下 学校的生活还有一些课程的情况 然后为什么我会被邀请去 进行这个拍摄任务呢 是因为我不是经常做Vlog嘛 然后我的Vlog被我的朋友 就是他在学校工作 然后就看到了,然后就觉得还不错 所以就推荐我去 然后很感谢他 然后下了课之后 我还要先回家放电脑 然后坐公交车去The Base 因为今天晚上The Base 从6点到8点有一个热气球勾火的这么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要去拍摄一下 然后老TV就是直接下了班直接去The Base 然后我是坐公交车去The Base 然后我现在要想想穿什么 然后学校的要求就是不用太夸张 你就正常穿就舒适就行了 对,所以我先来找一找 来看看这衣柜 这边都是老TV的 乐高 还有他衣服就三绿 然后我夏天的衣服就堆在这儿嘛 然后本来说还想穿这个裙子 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就穿这件衬衫吧 然后配条白裤子吧 其实我还是挺触照相的 因为就是不上镜 对,因为其实平常拍视频什么 就动起来的效果就给人感觉还行 但是就一旦定格那种照片的话 就不行了 不过据说他们找的是 哈密尔多很著名的摄像师 所以就期待一下吧 没关系 反正露一个背影也是好的 现在到学校了 我们现在先来这个工作室 摆着 拍完了 然后我现在赶紧去A block去上课 现在是下午四点 然后刚下课 我现在回家放个东西 好了,现在出发去The Base 我以前都是在Transportation Center 坐公交 现在我要去个叫487Angelo 什么Angelo Seas Street 去坐 我还得导航过去 哎呀,到了 现在就等公交出来了 我现在在这儿 哎,手呢 然后在这儿 然后去这儿 远处那个橘黄色的车就是了 好了,我到责备去了 然后今晚的热气球烹火表演应该就在那边 对面 这个停车场里面 然后那边小棚子的是晚上的夜市 被买吃的 被买吃的 在这个大厨 因为锅里 madre卡 那么成熟 太早就行 然后是老阿 机身藏 你不如去 你不知 你不知 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刚从奥克兰回来 然后因为今天晚上在淮沙那边会有一个热气球的毕布式表演 然后跟昨天差不多也是有音乐然后有喷火表演 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完整的热气球表演 就是在篮筐上面会有气球 这样喷起火来就特别好看嘛 然后我们准备一会儿出发去看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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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